中文字幕——YK 我要助他改邪归正才行 原来粤海附近住着许多渔民 大家都过着安定的生活 不久前去闯入这只金毛 再次兴风作浪 渔船只要遇上它都会被撞得粉碎 菩萨尽似情景 化身为一个渔民 住到海边的一个空屋中 看见有人住在海边 临近的军民都议论纷纷 听说有人去住海边了 这个人真是不怕死 我们还是去劝劝他吧 金毛已经咬死那么多人了 这时菩萨正在用天蚕丝编织绳索 终身一切疑惑不浅 师父 你在编啥呀 抓金毛的网 为了抓金毛已经死了很多人 你用这个小东西行吗 菩萨微微一笑 用杨柳枝消成了几个稻刺钩 接着又捏了一个泥人 众人还在疑惑时 突然听到了汹涌的海浪声 金毛来了 金毛来了 快跑啊 快跑快跑 你们快到谁的后面去 菩萨一手拿着敌人 一手拉起残屎绳索 向前走去 金毛竟有人上前 把嘴一张 一道强有力的水柱朝菩萨喷来 菩萨并没有躲闪 任那水柱击打 真是奇怪 是啊 他居然没被击打 金毛像是受到了挑衅 怒吼一声扑了过来 菩萨说着 同时把手中的泥人向金毛丢去 金毛以为是人 张口就吞下了肚子 菩萨一扯手中的蚕丝绳索 金毛痛得在地上风滚狂叫 你这孽处 在人间残害声明 念我佛慈悲 今度化你到南海修行 可愿意 金毛怕在沙滩上不再挣扎 菩萨收服的金毛 立刻显出了庄严宝霞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啊 金毛已经收服 你们以后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多谢观世音菩萨 多谢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收服了金毛 金毛化作龙身 一路向南而去 这次观音菩萨的化身 被称为奇龙观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